其實走到現在還蠻辛苦的 但是我覺得 當你們的教練 我覺得你們真的變得不一樣 中華男排睽違20年 闖入亞運四強 今天再度上演台韓大戰 中華隊先前曾在分組預賽 就遭遇到南韓 當時局數2比3敗下陣 今天同樣激戰5局 最終比數25比20 20比25 16比25 25比20 12比15 中華隊未能從韓國手上取得勝利 接著9月1號 中華隊要跟伊朗和卡達之戰的敗隊 爭取銅牌 希望能夠追平1998年 在曼谷亞運的成績 真的盡力了 然後就 可惜嗎 就 真的盡力了 應該是說 比賽雖然輸 但是 我認為 我們沒有真正的職業帶在做支援和支持 我們可以打到這種程度 跟他們 身價至少好幾倍的差距 可以打到我覺得 已經很棒了 就好不容易就走到四強 其實真的沒有去設定說最後會拿到什麼名次 那 就是全力的在準備今天的這場比賽 那今天比較可惜沒有辦法往前跨一步 從 都從兩分領先 然後到最後被追過 甚至 在12分沒有再繼續拿分 對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自己 就是 確實可能就是幾乎上還是 可能壓力啊 扛不住這個壓力 可能我們還是有一點點小小的落差 稍微到後面起顆球 然後變成是韓國隊贏 但是我們要去 還要去學習 還要去學習 但是我覺得 真的很棒 這批的小學生真的很棒 其實今天真的很可惜啊 那 就 準備後天的比賽 對